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倫凱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淺姐玩新卡片過後的真正想法 那我們也實戰了 包括淺姐呂布 以及淺姐黃宗 袁紹 還有陸迅喔 這些新的卡片 所以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完整的心得 首先 我認為這一次的淺姐這五張的新卡 老實講 真的完全沒有必要入手 當然不是說他們完全沒有用 而是說 這一次說實話 這新卡都有點綁手綁腳 我們就以呂布來講 他的隊長技能的話 你必須消除三足五力膚石 再加上他的隊伍技能 你必須要消除一粒十粒以上的珠子 一粒十粒這個不可能在正常情況下產生 你必須靠開技能去輔助你喔 所以其實呂布在玩起來 我最大的感想就是綁手綁腳 玩起來不是這麼自由 當然我覺得對於新手來講 更是會很難上手的一個隊長 再來我們談到第二個黃宗 就是當隊員的部分 招來的部分 你一定要再放一個共鳴 像是一夜書這種 才能完整的極限大爆發 所以你會發現到 你沒有一夜書 玩黃宗在極限爆發上面 就是會比別人差了一大截 所以我覺得黃宗是沒有必要 真的沒有標去抽的 即使你有一夜書的話 其實你帶夸皮卡 那整隊的組隊彈性會更大 然後再來是這一次的第二個光人是袁紹嘛 那他也是 呃 若你不是全光人的主法的話 你就僅僅只剩下1.5倍的光屬性 增傷 那呃 增傷效益就沒這麼高了 你即使到全光人也才兩倍左右的一個增傷 算是真的很高 但是 對於現在純光人隊來講 比較突出的大概也只有項羽 但項羽他其實主打的 呃 更是整個光隊都是他的牛棚 所以如果說你是為了一個隊員的增傷而犧牲掉項羽 他能夠帶其他種族的一個權利的話 我是覺得有點本末倒置了 更何況項羽他其實不缺傷害啊 我們這邊還有一位 呃 成員沒有講就是陸迅 陸迅他這個減傷100%看似很多 但你要注意喔 他那邊主動技能寫的是手消 手消木珠 掉到16顆才能到達最大100% 你想 正常隊伍可能 版面上面有5顆木珠就已經算多了嘛 5顆木珠有多少 大概減傷30%左右 也算是 呃 可以啦 但是就沒有到這麼 呃 比想像中還OP嘛 那再來第二點是 如果你要必須手消掉 手消到這麼多木珠的話 勢必就會破壞版面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隱憂 所以我覺得陸迅整體來講 並不是到真的很op 喔 那種崩壞強度的隊員 就你沒有他還是可以的啦 更何況 現在的木隊喔 現在的木隊我們稍微整理一下喔 像是木村 他本身就 評價標準就有帶這個 減傷39%啦 所以你等於是沒有必要 喔 再把減傷往上提升 就是有一點點 化蛇天竹 然後更甚至你現在能夠產出大量木珠的木隊 呃 其他也不是主流隊長嘛 像是其中比較強勢的木北歐 也沒有每一個回合都有 呃 這麼大量的16顆木珠啊 那秀吉的話更是喔 因為秀吉 他其實有16顆木珠以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確定就是他轉出 他中間的轉太大量木珠會破換版面 而且現在來講這個隊長倍率也不夠了 所以 事實上喔 呃 這個陸迅來講 我覺得整體來講是真的比較雞肋的 在現階段來講 但 他如果說能夠出 能夠搭配上他的隊伍特性的一個隊伍的話 那他絕對會是 讓隊伍更完整特性的一張卡片 我們假設 隨便舉例一下好了 我們出一個像是項羽這樣子的 木人隊隊長 那 我們都要項羽 他組雜設的時候 他會天降 無屬的天降 讓你 可能你在手下要整版光珠的話 你也可以 去靠天降來消其他屬性的符石 所以 這一點 如果我們同樣 呃 如果有這個一樣的隊伍特性 套用在 呃 即將未來要出的 木人隊嗎 我不知道 那有可能是一張隊伍特性的話 欸 那 我們再反過 反過頭回來來看這個 陸迅 欸 是不是如果說 你今天隊伍 就算你給他整版木珠 好像也不是那麼劣勢的一件事情了 是吧 所以 事實上 陸迅 他有沒有用呢 還是看之後 整體的隊伍發展 我只會 我只會跟大家講說 在現階段來講 這個 減傷是看得到吃不到 沒錯 講到一個點傷了 看得到吃不到 其實這一次的 星數的卡片 都給我有一種這種感覺 他們好像看似很好用 但事實上 都沒有辦法完整的發揮到他們百分之百的實力 像是呂布也是吧 剛才有提到 你必須消除 這個實力的珠子 正常在自然情況下 真的很難 有一粒十顆的珠子 你可能要開 呃 帶主角 或者是 帶呂布跟貂蟬的組合技能 更甚至說 呂布單開也可以 就是要轉出大量的暗珠 你才有辦法 呃 消除這十顆以上的珠子 所以事實上 呂布在玩起來的限制 真的比想像中還要大上許多 但這也不意味著 他就沒有通關的實力 其實呂布 我們簡單給大家舉個例子 大家請看我們這個實戰的影片 好 這是我們在通關下馬西的一個影片 你會發現到這個組隊的部分 我們這邊是帶上了兩個神族的角色喔 呃 凱拉跟雙子 在這個情況下 整體的血纖然是來到三萬 而且隊伍特性依然是不差的 因為 你仔細回來看這一隊 呂布的隊長技能 他寫的 暗人類並沒有額外的攻擊力加成喔 所以事實上 你整個暗隊的牛棚 都可以直接放進呂布隊裡面 來做為他的好用隊員 只是生命力可能會掉一點 回復力可能會掉一點 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呂布 他的牛棚基本上還是 呃 整個暗隊都會是他好用的後盾 所以呂布你會說 他不強嗎 我會認為他還是有通關的能力的 只是 相較於其他的主流隊 像是項羽來講 或是秦皇來講 他又更難上手了 所以我覺得呂布真的不太建議 又回到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話題上 真的不太建議 新手去籌約整體的操作難度偏大 那組隊的限制 也有一點 像是他主要還是主打以暗人為主的一個主法嘛 我想這個也是優勢也是劣勢啦 優勢就是 呃 以後如果官方在那邊 再出 像是庫拉皮卡這種暗人的強勢隊員的話 那呂布自然 呃 就會再往上提升 所以我覺得呂布這次主打的 並不是他要跟秦皇搶飯碗 或是 他要成為一個暗隊最強的存在 不是 他可能是要 為之後 呃 官方可能要為暗人這個路線去做鋪路喔 畢竟我們可以從之前的例子看到嘛 像是光人的話 也像是從亞瑟一直一路到斗暗的發展 你會發現到光人體系做的真的蠻完整的 像到項羽的話就是 極大成了 那 呃 反觀其他的屬性 像是水人的話 一開始有事消 然後到後來 像現在有馬騎 所以你會發現到 官方在人主屬性 單一屬性的這種 呃 體制的建立上面 他們是想要去做這一塊的 所以 暗人是一直以來都還沒有被建立起來的一塊 算是未開發之地喔 所以 我想呂布可能是 呃 再要看官方之後的發展 他可能只是 作為 呃 暗人之後強勢的第一砲 對 那 講到這個點上呢 如果說呂布之後 不當隊長的話 其實他跟貂蟬的組合技能是非常猛的喔 是保底十九COMBO 並且固定的暗跟星的版面 我想這對於純暗人隊來講 勢必是一個非常好用的隊員選項 呃 而且畢竟這種開技能貂蟬 他是在開他組的技能的時候可以減CD4嘛 等於是他是CD4 呃 他本身自己是CD4 加上呂布是CD5等於是在 呃 沒有副加效果消除的前提下 CD5就可以發一次大爆發 對於純暗隊來講 純暗人隊來講 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好用隊員 所以事實上這一次的呂布我會覺得 呃 他算是 另外一個時代起頭的開端 那其實這個講到暗人的發展呢 我們就可以講回來這個光人的發展 其實這一次你會發現到黃中非常不適合項羽 為什麼 因為項羽他其實就真的不是主打純光人的主法 那我們今天反過來來想 假設今天官方出了一個純光人的好用隊伍呢 這也不是沒有可能 然後到時候的話 黃中就會成為純光人最好用的隊員選項之一 當然不能撇除掉皮卡 但你知道官方有時候為了推廣這種卡片 他就會設計成 他會排擠掉過去好用的卡片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那個黃中跟皮卡最大的差異點在哪邊 我們可以從這一點去推敲說 官方要怎麼樣去針對皮卡 讓大家覺得說黃中是好用的 其實皮卡他最大的劣勢來自於 他不能消除一組大於五顆的光珠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隨便假設 他官方出了一個新的光人 然後他的隊伍特性是每回合幫你無腦轉出六粒光珠 然後你必須要手銷六粒光珠 才能到達全新光人的最大倍率 那這時候皮卡自然而然就沒辦法被帶上了 那時候黃中就會是取而代之的更好選項 更甚至我們講一點喔 其實黃中他這個共鳴嘛 他這個招來然後之後還要再搭上共鳴的 這件事情是不是能夠被取代的呢 答案是可以 因為也有潛力嘛 我們把這個共鳴做在隊伍特性上面 你看三丈 他是不是每回合 每回合都直接 隊伍特性就直接 共鳴 隊伍中最大攻擊的那一張卡片 整隊都可以吃到他的攻擊裡 所以相同的隊伍特性 純光人可不可以做 可以 所以也就意味著 假設之後出了一個這個隊伍特性 你是不是就不用帶上一夜書 你也可以吃到每回合黃中帶來的 共鳴傷害呢 所以這一點只是我提出來的一個 很有可能的改動 到時候黃中就會成為純光人最好用的隊員之一了 然後再來是他本身有生命力的加成 有1.2倍的純光人的一個加成 然後我們反觀這一次的 欸 這一次的另外一個 叫做元少 元少他也是走一個純光人可以吃到最大增傷倍率嘛 所以你會發現到其實這一次出的新的卡片 好像都不是在針對舊的卡片 再去做加強 而是我覺得他們在買一個梗 那這個梗呢 他們是不是要把它補完呢 就看官方的誠意了 那至於怎麼做 我剛才在影片中也都有跟大家完整的分析我的想法了 所以你說這些隊員能沒有價值嗎 是有的 但就看官方怎麼樣去操作 把他們變得更有價值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未來 未來的前途還是無可限量的 這是我的想法 好那最後我們要來再補充一下這個 實戰過後的真正的數值 給大家做一下 現階段而言他們 是怎麼樣的強度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純光人的一個配置 那我們設了兩種配置 分別都是以項羽當作隊長 以及 隊員其實是只有換 常務增傷不太一樣 像這個是 黃中江元少 這個是皮卡加元少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中的平和差異 好那首先我們是黃中的部分 黃中這邊呢我們是很明顯開上了兩張 常駐增傷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至上這個傷害就已經很可觀囉 你看那單張就已經來到了六億了 這個傷害說實話是真的很崩壞的 開了兩個常駐增傷 然後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這個是皮卡 皮卡這裡的話 我們這邊只有開一下皮卡跟 呃 元少 那並沒有開上抖眼的部分 所以其實上兩隊是蠻公平的 好 那並且都有整隊 手消光的一個玩法 好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事實上的輸出 這比較可惜啊沒有消得很乾淨 不過我們純粹看傷害而已 好那這件事來到十二億喔 一個是六億一個是十二億 大家就可以看出來差別了喔 事實上這並不代表著黃 呃黃中是比較爛的 因為他只有 事實上只有他一個人在輸出 就可以到達六億了 這是整隊輸出到達十二億 但必須承認在平坦的方面來講 皮卡還是真的比較厲害的喔 你看到這兩個的差異直接差了兩輩子都啊 所以事實上 呃我們能夠從目前的實戰 得出一個最直接的結論就是 你有項羽 你要玩項羽 然後你有皮卡的話 事實上是真的完全不用抽這個全新的 呃黃中的喔 我抽黃中只有一個理由啦 在這個版本中他的血量是 項羽純光人中最高的 好這邊請看 我們在實戰中組出來了 他是六萬九的一個實際血量 但事實上這個是有一個bug的喔 你呃這個現在現階段官方還沒有 有實裝這個整隊1.2倍的隊伍技能 所以事實上這個六九 六萬九還是要再乘以1.2的 所以你會得到八萬三的高血量 這血量到底有多高呢 欸我們稍微找了一下 之前的實戰喔 之前實戰這個相同配置 不過黃中沒有錢解 那頂多也只有七萬九的一個血線 所以是足足多了四千的血量 不要小看這四千有時候關卡 他就很G8 他就是直接跟你講說 我八萬以上的血量才能通關 這時候差了那麼一點點血量 也是差 所以事實上 项羽要撐血量的話 目前最高血量的出發 還是帶上黃中了 好這是一個特別的用法 跟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上呂布的實戰過後的解析 你會發現到喔 這個呂布其實不帶人 暗人是可以的喔 像這邊不帶一個暗人的話 他加上隊伍特性是來到三萬八的高血量 不過你沒有帶上兩個 你兩個不是暗人的話 就頂多只有三萬出頭的血線 所以事實上兩隊的傷害是不會相差到帶太多的啦 那差別的就是血量這部分是比較明顯的 然後再來是要跟大家介紹一個比較進階的用法 是關於疊豬的部分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呂布的隊長技能 呂布的隊長技能 它是必須消除三組武力以上的符石 但是這個武力符石並不 不僅限於手銷 也就是意味著你可以用疊豬來達成這個 倍率 好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實戰影片 實戰影片這邊我們就很明顯是用疊豬來 呃 達成這個 喔你看第二波是水珠獅到達五顆的符石 對所以 事實上疊豬獅有辦法出發的喔 不過這邊比較可惜沒有出發到最大的倍率 好這邊差一組五顆 不過這邊給大家看的是最直接的一個傷害喔 我們是單開呂布 喔只有單開它一張而已喔 它的傷害區值在哪裡 區間值就直接來到了三億的總傷喔 好這個是非常誇張的一個境界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呃 直接看一下平砍 大家都知道這個 大家就知道單開的效益有多扯 好這是平砍的部分 好平砍這邊呢我們呃很可惜 我那時候並沒有消到一組十顆喔 所以傷害上面是有點差的 不過是有消到三粒 呃三組五粒的符石喔 所以倍率整體來講算是偏高的 來看一下整體的傷害 並沒有辦法破億齁 但如果說你有消到那十顆的話 我想還是有機會破億的 但你會發現到整個差別了 它的平砍其實事實上是不給力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呂布它在平砍上面喔 不是它的優勢 這也反映到組隊上面的一個選擇 我們甚至不帶雙子 我覺得也行 因為雙子它主打的是讓你平砍提升嘛 那假設今天平砍 呃 就不是它主打的隊伍特性的話 你帶上雙子的話就有一點點 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我寧願喔 你這個雙子可以換更多的 暗人企業版角色卡 整體隊伍特性還比較好 或者是你也可以帶上 貂蟬的複製人 或者是呂布的複製人也行 你看呂布單開在呂布當隊長的裡面 它主動技能效益是非常高的喔 單開就有3億的總傷了 所以事實上呂布的新的玩法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在多開技能 這好像是廢話 因為每個隊伍多開技能都可以 那個有很好的爆發 但是在呂布你開技能所獲得的反饋是更大的 它的那個CP值效率是更高的 所以事實上呂布的玩法 我想這個大家可能有一個地牢 不過這邊呂布 呂布 我是蠻調皮的 我是 呃手消一COMBO 手消一COMBO 手消一COMBO其實只有吃到這個 隊長技能一組五顆福石的效用 以及 隊伍技能消除一組二十顆 啊 消除一組十顆的隊伍技能 所以事實上這邊的倍率不算是最大 但這邊也反映出另外一個 我想要實戰給大家的點 就是 假設我今天真的沒有辦法消除到 呃三組五顆的話 那事實上倍率 還是有機會 是可以打出不錯的傷害的喔 這是我想要提問大家的一個部分 所以事實上這一次的呂布喔 我是覺得你大概消兩組 兩組五顆以上就可以了 但是你至少一組要有十顆 那個爆發會是比較好看的 這是我對於玩新呂布的一個想法 對但是你會發現到我們開了這麼 我們在實戰這個關卡開了這麼多次的 呃每次爆發 通常都是暗珠居多 這也是另外一個隱憂 也是剛才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你開爆發 在這隊來講 就是 你要消除到十顆的這件事情喔 通常你是必須靠主動技能來完成的 但是這隊的主動技能 通常都有幫你轉出大的暗珠 所以在這情況下 暗珠就成為這一隊 呃到達最高倍率 蠻重要的一個潤滑技 潤滑技 對就是這樣講 所以 呃這個在近小岸的話 呂布是真的很痛苦了啦 所以 呂布他事實上這個 呃你會講說3億 或者是 呃這個極限爆發80億 現在來講大概就是 一線 呃一線中到一線之間的強度 並不到 呃破格 那這種 這種傷害強度 其實是已經真的算可以了啦 那我 我玩起來呂布這麼 呃多的主法喔 其實我覺得他的最大毛病 其實只有一個啦 就是回復能力 回復能力解決了 事實上 他還是 有很大的 結板空間 或者是 很大的隊員協調 像是這隊你帶上兩個不一樣的 呃不是暗人的種族吧 那你也可以放蜜兒啦 或是這麼OP的暗隊隊員 都可以放啦 所以事實上他的 呃通關的可能性我覺得 還是很大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呃回復能力 其實事實上 我們 直接來看一下 不開任何的爆發 不開任何的東西喔 就是單純的 最純粹的一個 最純粹的一個回復能力 這邊看到消除一組五顆新珠 然後六COMBO 這呃呂布COMBO少是很正常 因為他一組很大量的珠子嘛 所以這邊回到兩萬是完全不足夠 因為現在 你沒有辦法靠一組新珠 或一組回血珠子 直接回滿的隊伍 通常我們呃 呃稱這種回復力 叫做 中下 就沒有到很實用 即使帶上凱拉喔 他的回復力 也不 也不稱得上算是 優秀 你只好消除三組 三到四組以上的暗珠 你才有辦法可能回到 呃 才有辦法可能回到三萬以上 相信大家在看完這個實戰影片以及我對於卡片的各個解說之後 相信大家都更清楚這一次前解的整體強勢落在哪邊 以及未來的展望、未來的發展的可能性 我想還是無限可能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真的真的真的石頭多到滿出來 抽絕對沒問題 抽絕對沒問題 它不是那種像是瑪雅或是狗頭這種一看上去就是廢 完全不會帶出場的 所以事實上抽是不會到後悔這麼慘啦 頂多就只是沒有到很強勢的選擇這樣而已 那我還是非常建議中課或是無課小課玩家 就是留石頭給新的鋼之煉金術師的合作 那才是CP值效益比較高的抽法啦 這是我的內心話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及按下小鈴鐺 那對於我的分析影片有任何的意見 也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